經濟不好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斬人的也有,打劫也有隨時 現在有很多 最棒的是,刀人又不須見血 斬到你一頸血,什麼呢? 就是這個騙局,網上的騙局 最近有一個報導說,香港的騙案持續上升 去年香港的詐騙案的數字,升幅也非常顯著 高達多少單呢?27923單 騙也有,很多錢被騙 報給你聽就27000多 有些響了自己沒有出聲 人家計算,不用騙了 身邊還騙兩個人 然後較前一年,上升高達是45% 加了8000多宗 而當中超過7成 涉及網上的騙案 直至今年的2月位置 最新數字也繼續有增無減 當中投資騙案 涉及在整個騙案裏面 佔的比率,甚至自己的業績也做得很好 投資騙案可以升50% 然後有政黨各網上騙案展開問卷調查 那調查是怎樣 我在想 你會不會被人騙?你嫌不容易被人騙? 你怎樣才會被人騙? 有沒有試過被人騙? 如果我聽到這問題,你是不是騙我? 答他沒有,還是否答我? 你是不是準備騙我? 他怎樣問卷調查? 甚至乎他派這些朋友,即是政黨的朋友 所以香港也不只剩下很多政黨 全部都是那些 接著親身參與各種形式的騙局 即是東張西網式玩法 即你有騙局,我去現場 即是以前那些 接著深入了解不同騙局常見的手法 而調查完了,他有些結果 發現了有一個叫防偏似伏器 他整句是這樣的 有似伏器的試字是… 是,試過的試 調查更發現有被防偏似伏器 列為高危的轉數快戶口 仍然被騙徒使用作為轉帳 向受害人發放一些甜頭的報酬 於是他們說希望金管局可以改善機制 簡化凍結有關問題的戶口程序 即是一發現,一有這樣的絕數快 而如果證據確鑿的話 就可以立即凍結了他的戶口 他們就希望可能發生了一件事 好老闆,你有這個建議我歡迎的 這個試伏器是甚麼? 不是,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 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定義 即是試伏器,幫你看看有沒有伏 OK I see you 看看 但我就這樣看… 即是閃避頭 是呀 我這樣看也覺得這件事很伏 對呀,你只想到這個影像 吃試 我剛才說只是試我試甚麼 對呀,我是伏器 對呀,真的是伏器 對呀,好,接著呢 我服氣 對呀,你服氣 對呀,你服氣 我服氣的 對呀,我可以服氣的 對呀,我可以服氣的 好,Anyway 他想出來的東西來吧 是甚麼中文來的 不要緊,他吃字嘛 好,但我就說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你做了一個這樣的報告 那就調查了,謝謝你了 好,但我想知道哪個政黨多一點 你去吧,你去吧,現在還有政黨 現在還有政黨嗎 香港還有多少個政黨 有多少個政黨 一個 就是呀 那你甚麼公…甚麼會 沒有啦 又是一個 也有分 不要緊 但我就說,這裡去到最後 他的建議是 可否金管局幫忙改善機制 我在想 即使金管局立刻 下午就幫你改善機制 只不過是那些人在想 有甚麼其他方法 新方法 去做這件事 正如說,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遊生 好,那為甚麼呢 這就是無獨有偶 令我想起一套電影 華爾街狼人 好了,華爾街狼人裡面 其中一個章節 阿里奧拉多迪卡比奧 差點說髒話 阿里奧拉多迪卡比奧 他就說他本身是一個股票的經紀 但剛好就遇上黑色星期一 即是當年美國的股災 於是那些人就沒有錢 然後他就被迫 為了謀生 去了一些專賣先股的電話投資中心 接著就開始銷售東西 就銷售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說得好像很厲害 慢慢就累積他的財富 那個狀態是好笑的 有一段 昨天都很記得的 他剛剛去到那個電話投資中心 有些人就跟他說 你要做些甚麼 接著阿里奧拉多迪卡比奧 就覺得為甚麼會這樣 這些東西哪有人買的 或者甚麼東西 接著那個本身在做的員工 就解釋給他聽 是這樣的 很多蠢豬會買的 那些蠢豬就是 水魚 對 那些水魚 就真的跟他說 你可以短時間快速賺一塊錢 接著可以解決你的鹽微資格 還到你手上的卡數 還到你的按揭貸款 甚至乎可能可以欠你老婆的一些禮物 你可以買個手袋給他 香港很多人中 其實世界各地都很多人中 不只是香港 因為當經濟不好 你這個人就會覺得做來做去都是只有一個吉 如果突如其內跟他說 我會有一個機會 翻身 是呀 你博不博 老虎也博 一定會 當你老虎也博 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就是恭喜你了 你就有成為被騙的對象 恭喜你剛剛成為被騙Club的會員 那我就算有視乎戲 都視乎你不到 好了 好了 然後之後呢 狀態都很欺負的說這個 應用回香港 一模一樣 大家每天就只有一個吉在做 不知道做什麼 時間用了 精神用了 錢用了 錢用了 回來的 不做 真的搞手打個和 是不是 好了 突然跟你說 出現了一個機會 還要這麼快 電話之間按幾個按鈕 很簡單而已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 我最近是收多了 無論是Instagram Whatsapp 甚至乎是IG 很多人都是 首先有些懶惰的女生 那些照片明顯是假 看的 無端端就Hi 她是Hi 她不是說其他話的 Hi 如果你Hi 她就開始說其他話 再不然她就說我是哪個朋友 再不然就說Hello 你好 例如你網上的名字 你未必是你中文全名 但她是電腦AI或什麼 她會叫你的名字很古怪 例如有些人認識你 叫你可藍 即是在IG他inbox你 對 總之在網上聯絡你 在手機電話聯絡你的時候 可能她就這樣Hi 藍 這些名字是不會有人這樣叫你的 什麼事 不會有人這樣叫你 是很古怪的 是很古怪的 或者突然叫你可可 才叫我亂說 可可有人叫的 對 可能會多些 人聲快點 大家會叫Hi 男 這樣一個字你會 就眉 對 什麼是你變位 什麼事 即是你會有這一個 對 這樣 然後今天開始 如果一說你可以有些投資東西 或者再不是有些所謂的 拆單元 最近最流行 對 即是跟你說你總之上網去買 買完之後還給你貨 我還給你錢 總之你不斷做完 然後中間多加兩塊水 你只做好了 而這個狀態是永遠投兩三次 你一定收到錢 是 你一定肯定最足的東西都給你 不過三四次之後就後話了 明白了 是的 然後再說回這件事 關於香港 去年的網上騙案的升幅很瘋 當中牽涉幾個東西 第一網上購物騙案 就是剛才說的拆單元 八千多宗 或者再不是的網上購物 可能有很多 例如賣現場會票 炒票 貨不對版 然後可能錢又給了 東西又拿不到 再不是的 之前都總過了 Carol經常買東西 貨又拿了你 假裝過數 誰知道原來沒有 一元也沒有給你 那你貨就沒有賣了 然後第一 最高 最高就是網上購物八千多宗 如果另外一落 就落到二千九百多 第二位已經是二千九百多 明顯少很多 那是求職騙案 傳統各種做法 實際上已經說過 第三個就是投資騙案 第四是電話騙案 這些都是分別錄得很多 一些升幅的1.8倍 最多是去到 這個狀態 憑著這四個東西 其實你都可能推敲到這東西 電話騙案 可能純粹不知道是塗飾東西 突然跟你談情 原來我是美國的軍人 剛好現在被困在菜班島 有時候拿四十萬來熟悉我 這些會牽涉到時間和錢 都會大很多 其中電話騙案可以包含有很多 例如那些說 長線後資 這裡是衛生署打給你 然後再說 你好 這裡是不知哪裏香港政府打給你 你的電話將會在三小時之內 將會停止服務 不是這個,我中了一個 對,又有很多這些 但中了會怎樣 中了之後就變成了一個公安 搞笑 上次說過 甚至乎可能他有一個 公安說要跟我拍照 但結果我看著那個公安的樣子 那個人說話跟嘴型的樣子不動 那個公安可能是柬埔寨 然後還有他的上司 口音不同 玩完沒 又說北京沒有北京口音 然後最有趣的就是 還有一些 例如電話拿了 色情色的 又有 然後是塗色的 感情的 又有 然後電話可能說 你有一個包裹扣在大陸 拿50萬來 才可以熟悉他 不然我就要拘捕你媽媽 類似這些 這些是電話騙案 綜合一點 這個就是一般都在做 但牽涉的時間內裂 還有高風險 一不相信就不相信 然後狀態是你一聽 已經收視 成功率較低 但也有升幅 證明真的中 業績如果這樣算是最好的 這麼難中你也有升幅 其實很好 然後第二個是投資騙案 投資騙案是剛才我剛剛說的 這個比較容易 但是金額會大 很老實 什麼叫投資騙案 就是A 你是一個賺錢不是太多 或者這樣說 閒錢不是太多在手 我這樣說 然後可能跟你說 投資買倫敦這麼好 買不知怎樣 非洲血鑽好什麼 試試賺點東西給你 鑽石能量水好什麼 接著跟你說 拿5-6萬出來 價格很快 立即回到W 明、強、阿權試過 是啊 我也試過 我也說明 不過幸好我終於都經過兩年時間 拿得到那些錢 那你算是很幸運 而且我不是放了很多 很幸運 然後這種投資騙案 無論它是叫買貨的 或者是什麼 它需要有一個流程要去經歷 不是一時三刻的日子 他說他們集資的基金 可能是要等一個月 或者整理給了一塊錢 但它又有更新 他說兩個月 對,它每天有更新 它自動自覺告訴我 有錢拿了,我可以給你 那些仲籌買 幫它出咖啡機 最後又不見了 那些算不算是 那些也算是 我猜是Kickstarter那些嗎 Kickstarter你會覺得有個中介 你會覺得那件事比較厲害 很多人曾經成功過 而且它就算未成功 你又覺得情侯很遠 而且你會覺得因為那些錢不大 你會覺得就算跌了兩塊錢 好不好 不夠錢 即是那個狀態 但在一起就很大 如果它騙你的話 它收的數目大 但是你給那些數目不大 然後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些投資 因為時間比較長 還有金額比較高 情況下就是 我都說明為何我想有 就是翻身 就是我沒有錢在身 我有閒錢 我想其他東西 好了,就是我賺錢不多 中的機會率就是 我想都沒有 除非你逼我借 就是這樣